一進選角畫面就喊了 我打ADC 但三樓卻..默默選了有 如果你也想選射手 可以直接說 或許能讓你 總比你任何一句話都不說 就直接選了別人喊的路 這樣Kimoji真的不太好 常常選角有被搶路 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吧 ENEMY HAS BEEN DEFEATED YOU HAVE DEFEATED AN ENEMY 願不要給敵人喘息的氣勒 YOU TEAM HAS A QUITE TOWER LEGENDA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有個I'm Yuga 這場沒有辦法玩射手就來打野吧 我這場玩的是莫拉 在開始解說之前 不要忘記幫影片點一個大大的喜歡 那如果你很常看影片 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那就趕快訂閱吧 重點是一定要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都是不用錢的 那玩莫拉通常點技能會有兩種點法 一個是主點一技能 另外一個是主點二技能 都有不同的效果 主點一技能 可以讓莫拉的靈活度比較靈活一點 因為一直加點一技能 可以減少技能的冷卻時間 那莫拉進進出出來來回回 是不是就可以變得很靈活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一波 往前在一個二技能 緩速到了凡恩最後拿到凡恩的人頭 另外一個是剛剛講過嘛 主點二技能就是為了二技能的破防效果 那如果敵人很幸運的 他們會踩中你的二技能邊緣 就會有所謂的破防 我大招刷下去的傷害 或是我普攻或我一技能的傷害 都會比較高 所以就有兩種點法 現在比較主流 大家都是會去主點一技能 因為比較靈活嘛 本來想要吃魔龍 結果刀鋒就來了 先讓他刷一個大招 欸..對面的人都剛好過來了 我的狀態不太好 看著狄拉克可能會噴大 所以往上面繞了一下 躲過狄拉克的大招 結果他瞬移進到草叢 二技能普攻 收掉了狄拉克 這邊有點lucky喔 好險往上走的草叢 並沒有直直走回我自己的塔 這個中塔 不然我就會被狄拉克的大招噴死 差一點點欸 拉茲則是在河道拿到了三連殺 666 那我這場的裝備就放在左下角 鞋子的部分啊 是比較多爭議的地方 我選擇出攻速鞋 那正常大家也會出攻速鞋 但如果對方控制偏多的話 我還是要建議一定要出正性鞋 不然你那個 你的大招可能還沒刷出來 就被人家暈住啊 不然就是疊不到四下 加出韌性鞋會比較好喔 那莫拉他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大的克星 就是阿萊斯特 因為有時候我刷大招的過程當中 還是會被阿萊斯特綁起來 還蠻無顏薯條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可能是刷大的那個開大瞬間 剛好阿萊也開大 現在來刷防恩 因為剛剛防恩踩到我二技能的邊緣 有破防盜 所以大招直接帶走 那看到一個魚人喔 他狀態說實在話不太好 他只是護盾很多而已 刷他一個大 傷害剛剛好帶走 可以 現在我已經無人能擋了 要去上路補個線 不然那個夜叉會推喔 現在已經五分鐘了 凱撒路的外塔沒有減傷了 有二技能破防盜 刷一個大 不過這個大應該沒有刷到幾下 那持續的刷 有兵線就趕快吃掉 對這樣子隊友比較容易可以去跑線 還不會賴線 因為夜叉很殘阿 他絕對會守那一波兵線 對吧 直接往前 二技能 再一個大 剛剛二技能好像沒有破防到 可是好險他很殘阿 可以 現在就是繼續的刷 繼續的農 繼續的賺錢 如果我們在旁邊看傻眼 因為他任何的錢都沒有賺到 如果沒有關係 我能carry 這邊稍微蹲草 我在想會不會有人會去守那個上路的外塔 我蹲了一下子結果沒有 就 兵線剛好進塔就來點塔嘛 剛好看到刀鋒 我利用二技能躲掉 刀鋒大招的那個切圖刺的效果 然後再一個大招 反殺 剛好那個刀鋒血量過來的時候 好像只有六成的血量吧 莫拉的二技能施放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我剛二技能就直接躲掉刀鋒的大招 這個就差很多了 稍微吃個藍區 我的奧義放在下方 我自己個人比較推薦 覺醒10個 5個精靈 5個奪徹 以及10個龍爪 我覺得 莫拉的裝備及奧義 有點死版版的 就是這一套 往前刷 那個反而直接死掉 因為我現在太肥了 你看我現在的戰績 802 而且還不到7分鐘的時間 過得超級舒服 莫拉是一個上限非常高 下限非常低的角色 對 他在逆風的時候 或是很爛的時候 可以到非常非常的爛 因為莫拉本身就很軟 很容易被人家直接秒殺帶走 像對面的射手 如果有時候到後期 可以直接秒掉莫拉 都是會發生的 另外上限非常高 當然就是很多技巧技術很好的莫拉 他可以把莫拉操作66666 因為他二技能很會抓準時間去放後位置 能破防到 那他也很會去找地方去疊到四下 之類的 或者是隊友每次開戰的地點 都剛好讓莫拉旁邊有東西 可以疊四下去刷 不然你叫我直接貼身去人家疊四下 我覺得我會被刀鋒秒掉 除非我二技能開的時機很好 現在剛好有一個小野怪 真的常常玩莫拉喔 那個隊友都會 手劍把你的野怪吃掉 當然我自己也會 因為每次吃一吃才發現 原來對上有莫拉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大招刷到迪拉克 刷了大概半條血喔 草叢稍微蹲一下 本蛋技能 重點還是要去打那些後排啊 像這個凡人先刷掉之後 大招刷一個 刀鋒切進來 好像切到了弗洛倫身上喔 那我就繼續打吧 不太能打了 要回頭 拿一點被迪拉克的一技能殺掉 剛好這個小野怪還在 然後有兵線 又有這個藍buff 繼續的刷了一個大 結果刷完大招 我怎麼死了 我怎麼死了 我被迪拉克怎麼殺死了 打開 喔原來是迪拉克的大招啊 哇我完全沒有看到 迪拉克大招的那個特效耶 那黃黃的一道光過來沒有 其實我剛才在吃兵線就想過 有可能會被迪拉克殺掉 但是我想說 不可能這麼剛好打完一波團戰 他還有大招吧 跟他賭一波 沒想到我賭輸了 我這條命剛剛超值錢啦 因為我剛剛沒有死過嘛 那利用現在的時間 直接吃凱撒 不要太拖了 有迪拉克你真的很難打進高地 因為他那個盾放下去 就直接擋了什麼天空巨龍 或者是我們射手傷害 就沒辦法去推高地了 所以像對方有迪拉克這種局 真的不能拖到很大後期 弗洛倫你打不進去 最後可能一波團戰 你反而就被逆轉了 這個就很難講 所以凱撒能吃的話要趕快吃啊 你不要拖到最後 那個打不進去 等對面經濟都起來的話 那個真的就慘了 下路弗洛倫剛剛被抓掉了嘛 我就龍直接是放在上路啦 那中路兵線剛好進 有一個小小的空檔 能點幾下就是幾下啦 像我剛剛就點了半條血 還可以 下跌了三下 往前四下 二技能破防道 刷一個大 迪拉克沒有死掉耶 那刀鋒直接追我 我也沒辦法啊 那我只能 柿子要挑軟的吃嘛 就是先來殺這個防爾 殺了之後 剛好跌了四下 刷完大槽 我狀態超閃 所以刀鋒收掉了 反正 莫拉在刷或在疊的時候 柿子絕對要挑軟的吃 你在疊的話 一定要挑那種 坦克去疊 這樣他打你比較不會痛 如果你挑那種 戰士去疊的話 那戰士打你 通常也可以秒掉你 例如 葉娜 你還沒疊到四下 你就先被他殺掉了 那你大招在刷的時候 當然要找那種 比較軟的去刷 像狄拉克 或防恩這類的 都會比較好 現在就是看隊友各種秀 希望他們能直接 推掉這個主堡 這樣子我復活 應該就可以再溫泉不用動 結果沒辦法推掉 我一個復活 這我只能走出來啦 看來還是需要我嘛 我就再吃一個藍buff吧 有些的莫拉 他不會出涅槃 他會出 十戰鍊刀 因為 他想說那個 那免死的一秒 他能疊出四下 然後 一技能可以逃跑 或者是大招可以反殺 都是有無限可能 所以他不會出涅槃 因為 涅槃再戰起來 我也沒辦法刷大招嘛 所以他們 他們可能會先出 死神鐮刀 這都是可以的啊 看自己個人怎麼去 怎麼去想吧 我自己會出涅槃 是因為對方有刀鋒 我不想要我死了之後 那個刀鋒 很快 就是大招可以刷新 很煩啊 他們就只剩下下陸的高地了喔 噢 烏魯倫死了 我被關起來 可以了 拉自個往前 再搭配我的這個技能 如果莫拉 如果你沒有辦法敵要四下的話 就是像我這樣 一技能往前 再加二技能去做一些騷擾 但莫拉最重點還是你的原點 自己要顧好自己原點 隨時去看小地圖自己原點 有沒有敵人之類的 或者是隊友要幫你顧 這些都是 莫拉還蠻重要的一個環節啦 不要忘記把影片點一個大大喜歡 我是優格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